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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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船絲運出 一船百等歸 順德蘇絲業的發展 直到上世紀80年代 依舊興旺 我記得在1889年的時候 順德已經有這些 機械蘇絲機的工廠 一百四十多家 我們的產業工人 達到六點幾萬人 六點五萬人 比上海添瓶的工人 加起來更多 所以當時是很震撼的 而且我們順德從善這個紅葉 包括種桑養蠶 有百分之百十人 從善紅葉 而且我們整個順德佔了 我們廣東產除了一半的收入 所以就叫南國師都 廣東亞紅 當年種桑養蠶的南國師都 早已消失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為了將這段歷史 這段屬於一代順德人共同的記憶 重新呈現在人們眼前 吳英凱讓自己從一個文化人 轉變成了文化商人 那天記得是穿了一件粉色的電奏衫 在2007年9月 19號對我開奉的 因為這個博物館已經是我們籌見的時候 在2000年就開始籌見了 所以說這些圖片和萬字 已經是很多年在這裡玩 積累 看到這台木頭機 實際是訪明隊的一個助梭機 當時我是看到歷史記憶 這幅資料裡面的圖 自己設計出來的 這幅機已經參加了順德工業展 很多次了 借過去 是 吳英凱三言兩語 就介紹完自己當年 是怎樣籌見南國師都 絲綢博物館的 這個隱隱的男人 並不願意向別人 展示自己的付出到底有多少 我們沒怎麼提及那段辛苦的歲月 但是我們知道 沒有幾個人會為了一個博物館 把自己家裡的房子都賣了 假如沒有太太多年的默默支持 吳英凱沒辦法取得今天的成績 如果從錢的角度來說 經商人的角度來說是有點傻的 首先是一個盲快人 也是一個不是很成功的商人 他做這個行業 他做了很久 也很熱愛 也很努力去做 真的少有的 順德的發展日生月兒 香雲沙文化 順德唐廠 鳳城電影院等等 這些代表著順德不同記憶的文化象徵 有些被拆了 有些就獲得了重生 人們經常遺憾 沒辦法留住光陰的故事 但是吳英凱 這個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順德人 就堅持要留住屬於順德的絲綢文化 我八五年大學畢業就來順德了 一直從事了紅葉 因為我讀的是絲綢紅葉 做到它倒閉的時候 我覺得對這個產業 是比較深厚的感情 有一種執著 這個產業的國務局 因為我們順德 甚至資深局 是很多家族和家庭 都會創持這個行業 而且很多老人家去過家 去沉耕 去玩玩過去的 以往的片段 和回憶 去告訴他們 子孫後代 阿爺 阿嬤時代 是怎樣的 也是在宣用著傳統的文化 因為這些事情 好像很多年輕人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 什麼是一種絲綢文化 絲綢文化到底對社會影響了多大 因為我們在外國 我們還會寫報告的 做報告 我們也做到有關於絲綢這方面 因為絲綢其實這個文化 是女性在中國地位裏的一個 是中國女性第一次自己站起來的 從南越順德 自古以來就是那種種生養殘的基地 到現在為止 她雖然都還說是魚蜜之鄉 但是已經很少見得到 所以能把這一份 種生養殘的基礎保存下來 我覺得是對小孩也好 對一種文化歷史也好 也是一種 很少見得到 很好的包袱 做生意 很多人都想賺錢 即使是民營的博物館 營利都是商家的第一選擇 但是吳英海經營博物館 門票就從2007年的五元 變成了後來的免費 博物館的文化實際 是一個社工的文化 也就是聖刺文化補法 它應該對羅伯姓是不太開放的 讓大家羅伯姓去共同這個文化之言 剛剛我們三個文化節 剛剛過了 有兩個月的時間 都接待了四萬多人 是很踴躍的 經過這幾年大家的努力 特別是媒體有關注 柳百姓也喜歡 所以我們每年的人流量 都超過二十萬元錢 所以柳百姓 你應該過來 這麼多人流 實在是我最大的恩惠 現在我們的博物館的發展 做了一種文化工業 綜合性文化工業的發展 裡面都有博物館區 這裡是一個小型的 桑基魚堂的室秘公園 還有一個叫做綜合文化 逗留區 是三萬區的發展 桑基魚堂是池中養魚 池間種桑的一種綜合養魚方式 桑基魚堂的發展 既促進了種桑、養蠶和養魚事業的發展 又帶動了蘇斯等加工工業的前進 這是一種完整的科學化的人工生態系統 但是桑基魚堂在順德 早已經消失 吳英海經過多年的努力 才在南國斯都絲綢博物館 基本重現了桑基魚堂文化 實際旅遊和文化是分不開的 特別現在我們國家看出來 就是要生態、旅遊、文化、三者結合 就是向我們很多市民 去旅遊之宜 去這個景點、這個地方 首先去了解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 實際這個風土人情 實際上屬於一種文化的積電 是吧 除了社會的發展 特別我們博物館的文化 更加成為一個盛世部 文化的播放 2007年開館的時候 由最初的七個人增加到28人 所有的員工 一個個都是吳英海親自面試 招聘進來的 經營博物館 吳英海更加注重文化的傳承 而不是商業的滲透 因此 這個團隊體現出來的狀態 就好像圈鬧城市裡面 吹過的震震微風 輕遊、亂心 我真的從一磚一啞 一草一木 都是我們整班員工 一手一腳地做出來的 真的 景觀設計、種樹、種桑 環境的整治 都是我們沒有請過任何的集工 都是整班員工 我們一起動手動腳地做 我們都是自給自足 全部都是自己親手去做 我覺得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慰 這種情慰要體驗不到 2012年 博物館遭遇地塊問題 幾經波折 只能夠搬管 但是 每當問及搬管的心情 這班員工 竟然沒有人敢蓋搬管的無奈 有的 只是大家同金共苦 和之後的更多獲獲 搬管的時候 它那個都是 由我們自己的員工 一手一腳去做的 所以感覺是累 但是很有成就感 就算我們新的搬遷過來也好 都沒有請過集工 都是全部自己 整班員工 一起動手 大家一起做 他有沒有做呢 他不做 我來那班人 都要迫他做 除了博物館之外 吳英海還經營著一間絲綢公司 博物館的員工當中 男員工平時大多數 就做一些需要用氣力的事 而女員工 平時除了引領客人參觀 就會自己製作各類絲綢產品 當代科技發達城市當中的南加女職 可能只有在南國師都絲綢博物館 才能見到 實際上我們對員工不會有黑夜的要求 因為每個人 實際在社會上每個人 有個長處 有個點處 我是要求我們的員工 幫我三個員工 我需要他們 一定要以外這份事業 以外這份工作 平時的話他是很很愛 很能和員工打成一片 也就是很好相處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您說我自己員工犯錯誤了吧 他那存在還是有些危險感在那裡 我們老闆教得最多就是 做事一定要平常去做 而之後會看錢一點 我們做事要大方一點 我們都是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不對的 大家都攤出來講的 大家做朋友 那些這樣不行 大家都是找個共通的方法出來做好它 都是圍繞著做好這件事而已 經過這幾年的發展 南國師都絲綢博物館 已經在諸三角少有名氣 政府和媒體對博物館的發展都非常關注 去年華僑城項目成功落地順德 對於華僑城為順德旅遊格局即將帶來的變化 吳嬰海充滿了期待 華僑城的變成 很多人去來順德 李順德自然就肯定去 我們文化工業 報名工去談一下 所以我們希望更加做好它 更強做大它 在順德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吳嬰海 見證了順德快速發展的三十年 現在兒子都成家立業 一家人很快就要迎來第三代 兒子已經做好了 隨時協助父親的準備 而太太還是她背後那個小女人 因為我從小都在順師長大 絲綢文化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比較深刻的童年回憶 都會願意的 因為這個是每個人的義務 旋城文化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慘 信德這幾年來意識增強了很多 南國師都絲綢博物館 就採用了建設、經營、轉讓的BOT模式 未來博物館和政府合作到期之後 博物館的一切資源 將會全部歸還給政府 民營博物館的發展 未來能夠做到怎樣的程度 誰都沒辦法估計 只是這群人會繼續付出 我們特別在順德推廣 那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現在剛剛做絲綢 做香雲沙那些 剛剛正正我們做這個方向 就比較適合我們的行業 所以我們認為 一直在香雲沙和絲綢推廣方面 信德要有保護性的東西 我們就適合到我們 希望下次我們國家 對這個萬物保護館的政策 或者有些扶持 做豐麵的東西 更加好對我們以後的發展 計劃都一個有了 最多的事 我也要講究中